民间乡炭辽村社区发展协会 与中部的补教业者合作 举办一日农夫的体验活动 活动以大地游戏的竞赛方式 让小朋友们体验茶叶的各种过程 活动丰富又有趣 让鲜鱼的小朋友都有开心精彩的一天 民间乡炭辽村社区发展协会 与补教业者合作 举办多提示的一日农夫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们实际体验从实作中学习 一天下来小朋友都大有展获 是让小朋友 就是都市的小朋友可以体验乡下的生活 然后帮助我们这边的茶农 就是让小朋友更了解茶农的生活 然后乡下的生活 因为在都市的小孩 他们其实现在有很多3C产品 然后很多游戏都 就是蒙住了他们 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偶尔来体验一下乡下的生活 他们会觉得乡下其实也不错 然后可以多在户外走走 藉由活动 那小朋友在假期中可以体验农夫的生活 并以闯逛的方式来了解 菜茶 楼茶 尾刀 粗糙等制茶过程 活动十分丰富精彩 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强调是做中学 然后从做中去玩出一个东西来 那你在跟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你讲的这些的内容 其实孩子的印象里面其实并没有 我们常讲 说的他今天听了可能24小时就忘记了 看到的东西呢 也可能仅说三天呢 就会把他给遗忘掉 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很特别 就是当他操手做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呢 都会记得很深刻 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相信这一次的活动呢 在这个孩子跟老师呢 他的一辈子当中心目中 所学习的是一个最棒最有意义的课程 学到茶农的辛苦 他们每天在摘茶叶的时候 刚好太阳又很大 一直流汗流汗流汗 非常的辛苦 这边很美 希望下次能再来这边玩 做了很多 就是只有茶农才会有的体验 第一次感觉做上去就感觉很不一样 来啦 碳雕村是个相当春朴的乡村 透过此次的茶体验营 拿所有来体验的大小朋友 能够将制茶 做茶 种茶枕 茶艳画 推广出去 也让所有的体验枕 都有满满的收获 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 由我们补习班的老师 带领着小朋友呢 一起进入到我们农村生活 在我们拖鸟船店 我们的总干事的一个推荐 介绍之下 设计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说 观观的一个船官 能够认识我们茶产业 尤其是在船官活动当中 小朋友会问东问西 从这当中呢 也了解我们 第一次農民的辛苦 也告诉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要饮水师园 懂得农民的辛苦 未来有朝一日 我们能够回馈社会的时候呢 我们也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来回馈我们的社会 帮助我们的农民 帮助我们的产业 看辽村社区发展协会 受精心设置的活动中 不让大小朋友们 从体验中学习 由于乡村年轻人 能口严重外移 也希望届时可以吸引 年轻人返乡务农 共创农村农景